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 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山西太原 我在这里发现一个烂尾别墅群 这里好多别墅 但这些别墅都烂尾了,太可惜了 这个位置在太原的玉泉山脚下 地理条件也非常的好 从这个四角焊,可以焊到太原的城市风光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么多的烂尾别墅 其实这里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走进这个烂尾别墅里面去看一看 在这个里面露个营都不错的了 又遮风又挡雨的 如果是骑行重游的,完全可以在这里打个帐篷了 做做饭也非常的方便 这又遮风又挡雨的 这么好的别墅群就这样烂尾了 我们到阳台焊一焊 哇,这个视角不错呀 整个太原的城市风光 尽收原底 这么好的位置 这么多别墅烂尾了 太可惜了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烂尾的吗 可以在下方留言 可以在下方留言 这边一些别墅外立面都做好了 现在也没有看到施工了 这边的别墅外立面还没有做好 太可惜了 这应该是开发商资金断裂了 才导致的烂尾 这一栋别墅环境不错 我们进去这一栋别墅里面看一看 里面杂草重生 这个别墅装修一下就是顶级别墅了 这个布局还相当不错 这边是阳台 可以啊 这个别墅 山西太原的烂尾楼烂尾别墅还是蛮多的 这一户装修好了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住人 这边山上都是大片的别墅 我们上去看一看 哇 这个环境真不错呀 非常的安静啊 空无一人 秋天的太原 色彩斑斓了 非常的美啊 哇 这个烂尾别墅群被封住了 进不去啊 我们从这里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上面全部都是烂尾的别墅 哇 里面杂草重生 应该停工好几年 哇 里面是一个这样的景象 这个草都 长得有我的人这么高了 哇 这么好的位置 这么多烂尾别墅 太可惜了 上来看一下 上面的视角更好 看一下这个烂尾别墅群啊 秀极斑斑的钢筋 我们再上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 山西太原的烂尾别墅群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期见